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呢 昨天大涨了151点 刷盘指数是14483点 涨幅1.06% 成交金额2503亿元 而OTC市场呢 也上涨了1.20点 刷盘指数是181.69点 涨幅0.66% 成交金额600亿元 那么我们每个礼拜二呢 是陆港股解析 不过呢 这一个丰雁财经执行长谢陈彦呢 他既可以谈陆港股 当然也可以谈台股 所以今天呢 还是有台股两分钟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台股又创历史新高纪录了 这一回是14483 那当然盘中的最高点 就是14483耶 怎么来看 台北股市的气势如红 台股基本上 陷入疯狂状态 因为我最近脸书有一个 学生问我说 我是不是有成立一个新的群组 Telegram 就我一上去看 粉丝既然比我自己做的还多 快分 那不是你做的 不是而且我的头像 我的名字 我的简介 然后每天跟他们分享股市 趋势分析 还介绍热门的股票 然后好多人 在这个群组里 我一看 比我自己还多 我应该把它挖角过来 可是实际上这是一个 以我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群组 好可怕 那你要去检举啊 对对对 我们最近会采取一些动作 当然我的重点 重点是说 确实看得到股市非常热 当然这种疯狂的开始 他绝对不会一下子就冷静 那几个 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我们要看到几个重点 就是圣诞节过后 确实外资已经开始回来 像昨天看到外资啊 也开始买超 投信也开始买超 这是资金回流的第一个重点 那因为明年的第一季 不论是在细晶元 在被动元件 在Dram 在面板 我所看到的产业讯息是 全面性的调长 而且原本大家认为说 这个疫情缓解疫苗开始 全球开始施打以后啊 原本的远距 这个商机会突然 会大幅度的一个 没有 收敛 但是实际上目前看起来 疫情并没有如大家想象 这个复原的速度这么快的话 这个部分至少 我觉得商机还是会持续 还是会持续 包括笔电 连华硕都说他们现在 他们的供应量是少 市场需求的三成 这这这终端需求 所以中端需求在往上推 那你整个电子产业啊 所以我们这一天看到一个 过去台股最 以应以为傲的IC产业 股本小 然后毛利高 IC设计 IC设计产业 最容易被 被拉台的 这个产业 既然过去的 股价 现在的股价既然相较过去 是低非常非常多 那现在也开始热起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股市的疯狂 现在才开始 那当然预计要一段时间 最后 最后是什么来戳破这个泡沫 我们到时候再来观察 会有戳破泡沫的一天呢 那但散户会比 大户呢 要来的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比较灵活 所以但凡成交量太小的个股 如果你不要去介入它的话 大致说起来 其实手上这个持股 都还算是安全 而且还可以享受那一个 继续云霄飞车的乐趣 对不对 其实扣掉台积电的涨幅 台股大概 一万附近而已 所以我觉得真正创新高 是一些大的股票 大部分的股票 其实都还没有真正享受到 这种创新高的这种热趣 好 这个是台股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陆港股就是两样倾 那么其实今年 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 其实陆港股表现 相对稳定 对 对不对 即便是出现了疫情之后 跌幅都还没有像 这个欧洲啦 台湾啦 或者是美国啦 跌得这么的凶 那么就今年整体来讲 它算是OK的 但是下半年 尤其是在 11月美国的 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露股的表现 反而是停滞整理的 对反而 只有少数 一些股票 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那当然因为 最近是在 大陆在这个 实行这个反垄断政策 所以有一些大 大型的这些电商 受到一些压抑 最近看得比较强 就是又 我觉得是不是反映 大家的心里的郁闷 因为最近 贵州茅台又继续大涨 因为心里郁闷就 喝酒 喝酒来解忧 没有我觉得是钱太多 然后呢 因为找不到标的 然后有一些新经济 不放心的情况之下 干脆就去投资 以前的这个股王 这个就熟悉的 那个就又回去找老情人 但是就我来想 就我来想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回归到理性跟 基本面整个长期的 一个发展去思考 因为现阶段来讲 其实我们对未来 整个大陆经济发展里面 就是讲带动 整个内需消费 其实还是在两块 一个是电动车 一个是电商 最主要我觉得 为什么要讲内需消费 因为现阶段来讲 整个收入环境的改变 中产阶级的一个兴起 中产阶级兴起 然后除了说 整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之外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们常在讲 就是有钱想 开始有钱了 然后再来慢慢的 知识水平提高了 他开始会想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怎么样消费 能够消费的更有质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现在开始我们所看到的重点 然后包括 那当然所以对 比如说对生活的品质 对环境的品质 对医疗 各方面的要求 开始提高 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随着 科技的进步 这个部分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这几个 因素的影响下 我觉得未来的一个 内需消费的主轴 其实我自己看是很简单 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电动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电商 一个是电动车 一个是电商 所以你今天的重点 就放在电动车跟电商 对我们又一次把它谈完 那因为其实如果要谈得很细 基本上 就这以后应该有机会 我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好了 对对对 没有来开玩笑 因为两个小时 刚好就是一个月的扣大 对 那其实电 因为我们也谈蛮多的啊 所以今天比较像是一个 帮各位把过去我们节目当中 所谈的做了一个ending 因为我觉得像 第一个我觉得 你看像特斯拉 他为什么要到上海 设他的这个工厂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个突然忘记他叫什么 马斯克 马斯克对 完蛋了 我最近常常这样 马斯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做很多的事情我相信都不是随性的 包括他曾经在节目上吸大马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不是随性的 我觉得他都有刻意 在台湾吸大马是违法的 对对是违法的 那当然我我在想说 他做每一件事情 既然都有他长远的一个想法 的情况下 他在上海的一个设厂 绝对有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也确实 从他上海开始量产以来 他们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也带动了整个这个大陆电动车的一个需求 而欧洲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其实是在今年九月底的这个北京的国际车展 那一般的车展其实他在展示的就是 未来各厂商他想要推出的车款 也就是他们销售的一个主轴 结果有四成是这个新能源车 为什么我讲新能源车 因为就定义来讲 其实有纯电动车啊电动混合车啊 还有油电混合 油电混合这些 所以我们叫新能源车有四成 而且很多都是大的品牌 像本田啊福斯啊 他们就是在这一次的车展当中 去推出了这一个 他们未来想要推的新能源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起始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察 当然大家在讲那个股价涨多了会压回 上次我们也有谈到那个未来汽车 然后就是也有空方机构说 他应该跌多少跌多少之类的 但我觉得呃 但是有人看坏就有人看好 因为既然高盛跳出来看好未来汽车 就是两个就是说放空机构 那个未来汽车不是指现在 现在过去未来的那个未来 不是那个卫士那个草字头 对对对那个草字头 然后上位的卫 然后来来去去的来 这是一家公司 对就未来汽车到底有没有未来 这句话好 对未来汽车到底有没有未来 实际上很有趣的是 未来汽车确实本来应该 就就准备要挂掉了 但是还好他在二零 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第四季车子卖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去年底啊 对然后就多了一大笔现金 再加上这个有大笔政府 这个地方政府资金的一个 一个溢注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那这个应该还可以活下去 所以投资人愿意开始参与 所以今年股价是涨了快二十倍 但被背后当然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特斯拉 还是特斯拉 因为未来汽车 就是特斯 就是被 就是说 呃 大家叫他中国特斯拉 但是他们认为 实际上他会被特斯拉给咬死 可是没想到因为特斯拉 他却活下来 因为上海车厂 特斯拉的上海车厂 我们刚才提到 他销售量开始上来以后 没想到带动整个电动车的买气 所以也让 这个未来汽车的销量 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所以这个部分也有一个关系 而且变成了一种 所谓的商圈效应 对 就是我跑到你这边来了 我买不到你的东西 那我去买隔壁的也好 对 就有点类似这样的味道 其实买电动车 呃在大陆 我觉得买电动车 其中我刚才讲到一个中产阶级的兴起 还有大家教育水平的一个提升 对于消费的模式 其实有一个很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说当我对环境的 的要求提高了 我对 未来的生活的品质 这个这里的未来就真的是未来 对 未来生活的品质 的要求也提高的时候 是我要要求别人做 还是我自己开始做 如果我愿意从我自己本身开始做起 这个风潮开始串出去以后 实际上我觉得电动车的一个销售 它很自然而然 它会是未来几年非常重要的主力 而不是说我在政策上 比如说我从其实去年补贴就没有了 大家就说补贴没有 电动车就挂了就完了 本来去年的说法都是如此 对 就是补贴结束之后 你看到新能源车的销量 一路下滑 大家就觉得说哇 这个新能源车没了 就没有想到今年反而看到的是 没有了补贴之后 然后电动车反而更好 对也就是说 一个是政府强制的手段 就是说以后你们这个 引诱的手段 一个是进强制的手段 就我你兰油车不能再生产 然后然后同时我补贴你 这个就引诱嘛 两个一起下 但是现在我们 棒子跟胡萝卜 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整个自身的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的提升 所带来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这才是真正电动车会成长的一个开始 所以现在包括像这个宁德时代 也跟这个宾市要来合作 宁德时代主要是做电池 对它是大陆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池厂 那现在其实台湾的周刊曾经介绍过宁德时代 对宁德时代 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整个成长的历程过程当中 其实他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而且必须承认说这一家公司的老板 其实是非常有韧性 因为也差不多本来快要垮的 对就是大陆其实电动车这个领域啊 有一些公司很多时候 过去发展过程当中 几乎都面临到几乎要破产 像宁德时代也是这样 但是当然这个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数了 那最重要我觉得就是 在这里跟这个宾市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不是说他跟宾市合作 有什么了不起啊 而是说跟宾市的合作 跨入一个新的领域 我们修行一下 马上回来看这一些相关概念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凤彦财经执行长谢陈彦 好陈彦刚刚提到了 在电动车当中呢 一个是未来 然后就是未来汽车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 安宁的宁 然后道德的德 这家公司其实在 电动车产业当中 也是一家非常受瞩目 而被看好的公司 对 当然 当然他最近在整理对不对 对 当然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 电动车这个族群 那实际上就是 我们连着 因为我刚才讲到 消费品质的一个提升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电动车很多 他们买车的模式 也在网路上 尤其是这一次的 11月份的那个叫 双棍节 11111 那这个他们现在叫双棍棍嘛 因为从11月1号开始 那也确实直接在网路上 订购这个电动车 那像预计应该是明年嘛 下半年苹果也会出电动车 就是这个Apple Car 所以他 其实我觉得电动车未来 我觉得有可能 可能没那么快 但是我觉得这种 就好像买手机一样 我们就这样滑滑滑滑 这台没错 就换一台车 你说以后到了这种时代 大概我儿子应该就是这样了 他买车在网路上滑滑滑 然后就订购 然后车子还是 就送到家里 叮咚 然后那个六个小时之内到货 这样 因为他也变成一个标准化 自视化的一个产品 那现在 我觉得有一个 消费时代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 我自己的感受性很强 因为我最近 几乎买的所有东西 几乎都是在网路上来 他有几个重要的关键 因为现在 大陆 用手机上网的人口 大概八点四亿左右 八点四亿 就等于是说除了刚出生 跟老到不行的这个以外 大部分人应该都可以用手机上网 那用网路购物的 大概超过六亿 六亿 而且呢 在统计发现 现在电商的消费行为 过去可能有一半 是透过 笔电或者是桌机 来上网去买东西 但是现在就是透过笔电 或者是这个桌机 上网买东西的比率 降到两成以下了 那其余超过八成 是透过什么 就是手机 所以现在的一个 几乎所有的使用者界面 都包括所有的电商的 一个调整 都是以手机端为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讲 网路的一个发达 消费习惯的改变 还有一个电商真正 我觉得过去其实也是百家争鸣 但是真正的 最可怕的一个爆发期 我觉得就是今年 疫情的关系 让整个大家的习惯 真的突然之间的一个调整 那还有就是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包括除了硬体的部分 包括我们讲这个什么 WiFi啊什么这些 就是基础建设的一个推行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运输业者 他也在这一次 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布局 不论是说自由贸易区的 数量变多之外 整个运输业者 他的这个营运点 也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举例好了 比如说像顺丰 就是顺丰快递 他是快递 对那他 大陆最大的快递 对那他 甚至他也跑到俄罗斯 设了一个电商平台 然后像百事集团 新疆有一个配送中心 然后这个百事 还有这个利丰 利丰 利丰应该是香港的 他也在新加坡 打造一个物流中心 所以你的电商 是连同物流一起来看待的 对因为等于是说 电商如果没有物流 坦白讲你说大家都上网 然后这个什么 网路的硬体设施很好 然后最近我才收到一个简讯说 叫我去7-11取货 我想说我已经有好几个月 没有订货了 想起来两个月前 我好像有订了一个东西 那我就不想去取 因为我忘了我订什么了 因为那个是到去领的时候 才付钱 想要算了 所以这个到货速度是一个 你愿不愿意在网路上 消费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物流业者 也要整个去配合 包括你的发货仓库 你的物流中心 所以这几个优势带动 尤其是今年 我觉得这个带动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那目前大陆的电商 其实分类还分得蛮细 对我们来讲 可能我们的想法是说 电商就电商嘛 你要买什么 他上去他都有嘛 可是实际上大陆的电商 其实还是有分门别类 比如说你是综合型的 就我们一般认知的 比如说像淘宝啦 京东 还是你专门做品质的 什么严选 什么严选这一种 那还有一种是跨境的 就是我专门做这个 海外的 那还有生鲜的 生鲜一定要专门的 对就是 我专门做生鲜的 像河马生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跟这个社交有关的 社交有关的 所以这样子的选择 重点就是说 你刚刚讲的 其实是两个很重要的 大趋势 今年很旺 而明年 后年 你可以想象得到 在未来三到五年 其实他都很旺的 一个是电动车 另外一个是电商 那问题是 陆港国我们要怎么选 好 当然基本上 我觉得现在大陆电商 有一个叫马太效应 就大折很大 那因为现在 以B2C为主 所以包括大的几间 当然 我讲出来 大家一定会 扑翅一声笑出来说 最近这才被打得很惨 阿里巴巴 很大 比如说阿里巴巴 京东 腾讯 而且 而且 这个基本上 这几个大的是围着 看着阿里巴巴 被抓起来打 然后其他人就围在旁边 发抖 这种场景 你这形容的场景还蛮对的 对 就是其他人在旁边 一直抖一直抖 然后 其中一个被抓起来打 然后说你们还敢吗 还敢吗 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 当然因为 所以阿里巴巴已经跌到了半年 跌到了底点了哦 对对对 然后今年这个之前涨了百分之五十 全部被没收了哦 对啊 所以他其实是跌很惨的 而且昨天宣布了一百亿美元的库藏股 回购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你看港股还是继续跌百分之八 可是我心里面是觉得 我心里面是觉得蛮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们前面大涨的时候 我一直想 你没有机会 我们要去布局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们看的不是一个短线 我先声明一下 阿里巴巴也好 腾讯也好 京东也好 这是在大陆里面非常重要几个 因为他们两家的市站在大陆内地都 都大概大概八九成以上 对 那如果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陆把这几家大型的电商打垮了 打死了 有什么好处 现在电商是少数 不会受到中美制裁影响的产业 包括这个电动车 所以基本上他不是要把他弄垮 弄臭弄黑 因为现在已经是国际的金融资本市场 不是过去在那个 那个都几零年代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可是别忘了 美国的AT&D也曾经被分拆 所以反垄断的到底是一个秩序的维护 还是有有有有益的打压 我觉得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可以慢慢去讨论 但是我觉得反而现阶段就市场的发展来看 我们认为他不会让他消失不见 那整顿过后反而是长远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所以你觉得他是好公司碰到了坏消息 对而且而且他就是那个标准巴菲特说的 我觉得有人想要买没上车所以他很生气 就叫人家说你去整顿一下让我们上车 我说我开玩笑这我开玩笑的 所以阴谋论这个 所以你觉得是机会就对了 我觉得是机会 而且当然是不是刚好这里就是最低点我不确定 但是就长线布局的一个思维来讲 我们可以冷静的去思考了就未来几年以后 这几家公司是不是还存在 然后是不是还是电商产业的龙头 再来电商产业未来几年的发展 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会比较理性 就投资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比较理性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比如说类似的ETF不论是在美国可以买到的FXI 或在香港你可以买到的这一类的ETF 或台湾也有 那这些ETF像我们台湾有那个00752 还有一个是那个台新的这个这个MACI的 那这几个其实你去思考 都有受到阿里巴巴事件的影响而下跌 而且影响都蛮大的 但你觉得其实反而OK了 对我觉得OK啊 而且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就是最低点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现在不买 要不然我要蹭什么时候 蹭有人打他的时候 我过去说一号还敢欺负我吗 这时候台湾就说不敢 要不然你要蹭什么时候去介入 因为我觉得前面上涨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觉得有一点失控 跟不上 对反而现在的修正 我觉得让整个秩序 就是股价进行了有无序的整理 然后未来变成有序的发展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情 有道理 你刚刚讲那句话 就希望他能够成为有序的发展 对 而最终不是打死他 对 既然打不死 那他以后更有次序的上涨 其实反而可能有机会茁壮的更健康一点 更健康 而不是虚胖 对 虚胖 当然虚胖就是 现在就是不要吃宵夜 尽量不要 你这样讲也有道理 就是所谓不要吃宵夜 就是你的发展副业的时候 其实要小心注意那些风险 对不对 这是就这个集团来讲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今天讲的是电动车的一个概念 然后以及电商的几个概念 然后同时也讲了最热门的阿里巴巴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非常谢谢谢晨晨